河南两会呼吁立法强化军人权益保障 春节前夕 河南省两会召开 会上完善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方面的法规制度 增强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 成为热议的话题 河南市兵员大省、驻军大省 也应成为雍军强省 谈到提交议案的初衷 河南省人大代表、省军区副政委刘金来直言 我们有着雍军优属的优良传统 也有很多保障军人地位和权益方面的创新 但都分散在相关法规和文件中 没有形成一部完整规范的地方性法规 我们基地某团驻守大山深处 进出沿线路段经常发生落实、踏坊 影响战备机动安全 省人大代表、火箭军某基地副司令员李顺华接过话查 去年底 省军区领导调研发现问题后 运用军地护提需求、误办实施双清单制度 推动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 形成一个系统性雍军法规很有必要 有了法规护航 可以减少一事一役 确保涉及战斗力的问题解决起来 无需绕道、不用久等 一旁 省人大代表 濮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张希武点头表示赞同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双拥工作也要依法开展 只有固化实践成果、强化法治保障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军娃上学 随军家属安置等容易卡在半路上的问题 建设现代化河南 离不开人民军队的大力支持和坚强保障 今年的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面临重大自然灾害时 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不怕牺牲 冲锋在前 对此 河南人民感恩于怀、铭记于心 这个议案落地 将给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提供系统性支撑 人大代表、河南省委书记 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楼阳生说 讨论越来越热烈 代表们一致认为 要推动军人军署权益保障落地落实 应尽快实现三个转变 由一般性原则要求转变为行政责任要求 由靠协调推动转变为靠法治保障 由军地协商落实转变为地方为主推动 社会的尊崇是光荣也是责任 下一步 我们将与地方相关部门对接 军地协手持续推进 河南省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条例尽快落地 走出会场 省人大代表、省军区政委徐元红告诉记者 本报训、复验、记者郭东明报道 春节前夕 江西省两会召开 推进红色基因传承 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首位在委员通道亮相的江西省政协委员邱琳音 以一件红色主题文创产品引入这一话题 他介绍 这一由长城、党旗等多元素构成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文创百件 由国家一级雕刻师设计 面试后圈粉无数 仅去年七八月就销售一万多件 而且购买文创产品的多为年轻人 省人大代表、江西省军区副政委李小亮拿出一组数据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启动建设以来 带动了红色研学、红色旅游和红色教育培训的发展 去年国庆长假 江西省旅游接待人数超过6500万 旅游收入达405.1亿元 他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要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 启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线建设 我们在挖掘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旅游 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 要考虑强化国防教育功能 让红色资源释放更多效益 江西是人民军队的诞生地 建议今年以庆祝建军95周年为契机 进一步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省人大代表、平乡军分区司令员申桂林提出 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进入新时代 应充分发挥江西红色资源丰富 和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 让红色资源成为国防教育中的活教材 激发全民爱国拥军热情 省人大代表、陆军步兵学院副院长焦德亮建议 进一步开发、整合省内自然资源、红色资源和文化资源 实现融合发展的综合效益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见证 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也是新时代学生得育教育的生动教材 省人大代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馆长 杨丽珊建议 建立政府支持、管校共建、社会参与的长效机制 组织红色展览、红色故事进学校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本报训、记者科学报道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的就业需求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需求 更为可靠的社会保障等等 这是推动共同富裕 取得新进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在这一过程中 要让军人家庭共享发展成果 感受幸福 感受荣光 建议采取单列事业编指标 定向组织招考招聘等方式提升军属安置置效 一月底 在云南省人大会上 区境军分区政委、曾黎明等11名军队人大代表的联名建议 引起与会人员的关注 谈及提交建议的初衷 曾黎明直言 云南省16个州市 都出台了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实施办法 但随着市场在配置就业 资源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随军家属就业率一直不高 帮助军扫高质量就业 是稳军心暖兵新的大事 省人大代表 蒙自军分区副司令员陈泰文 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他告诉记者 早在2016年 红河州人社局和蒙自军分区就联合出台文件 明确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办法 并对随调随签 机关事业单位招聘 企业接收 鼓励支持自主创业的程序和组织领导 做出统一规定 然而受地方编制数量及军属 个人能力 素质等诸多因素影响 随军家属安置问题落实的并不顺畅 前年 我们协调地方采取单列事业编指标 定向招录的办法安置随军家属 所需编制在现事业单位编制总量中调剂解决 12名为就业 随军家属全部就地就近录用到事业单位工作 曾黎明代表说 希望下一步能够推广这一做法 定向招聘更能体现优待尊崇 省人大代表某部军官陈杰深有感触地说 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 不少官兵交流转岗 军嫂随调 举家随签 提升随军家属安置至孝 是对军人军属付出的肯定 也是对提升部队战斗力的支持 林仓是地方组织部门 人事部门成立军嫂在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以托军地院校开设远程课堂 成人教育含寿点和职业技能培训班 并每年拿出全市事业单位招聘人数的5% 定向安置随军家属 目的就是让军嫂成功上岗满意就业 家门连着营门 军属牵动兵心 与会的军队代表说 他们将继续履行代表职责 传递官兵新声 推动军民共建稳固边关美丽家园